新美市树林区的慈禧志工 在当地的甘园国小 推动社区环保工作 已经长达七年的时间 这么多年来 志工人数从刚开始的二十多位 增加到现在有一百二十位 其中有位照顾户 因为中风 手脚行动不方便 志工是带他来做环保 来当作复健 没想到这样做着做着 现在他的四肢的活动状况 已经大大的改善了 尽管左手的行动 还不是非常灵活 50岁的彭先生依旧手脚病用 专注地拆着宝特瓶盖 这是他中风之后 每个月当作复健的运动 六年来不曾剪断 像彭先生这样 把做环保当成习惯的 在新北市树林区的 甘园国小环保镇 还有一百多人 七年来大家总是风雨无阻 要让地球变得更干净 我们的几任校长下来都很付出我们实际的环保工作 希望能够带动我们学校的一些小朋友 把这个环保的理念带到每一个家庭去 让整个社区都能够有这个环保的概念 慈激志工从2006年开始在校园里设置回收站 几年下来做环保不仅是邻里 每个月固定的休闲活动 校方还将腾出更大的空间 让更多人来参与 我们未来将来会在这个现在看到的地方 我们设立一个很大的一个中庭广场 我们愿意更希望更多的人 一起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 让我们社区或者让我们整个环境越来越好 大家新闻 这上美之工台北报道